我车里面只有一瓶水了 我什么故意拿的呀 真的 喝吧 陈总 你也喝不喝了 家人们都说可以 家人们说不算算 要问陈欣喝算不算算 陈欣一会不愿意呢 那我 我不喝的 你又喝 怎么了嘛 我能不能喝嘛 你让我喝一个呗 我有点口干了 好不好 哎呀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 那我就直接喝了 那我就直接喝了 好吧 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吗 还有刚刚刚你们俩在聊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自走啊 我告诉你 没有 你不要告诉俊哥 亲姐不要说 哥哥姐姐叔叔还姐姐 你们都别给俊哥说 不是叔叔还哥姐姐 刚刚小倩和陈欣他们在聊什么话题 他们不会给你说的俊哥 没有我问一下他们嘛 万一他们要给我说呢 他不会我一会给你说嘛俊哥 没有直播间我先问一下直播间的叔叔还哥姐姐 叔叔还哥姐姐 刚刚成心 和小倩在聊什么话题啊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他们刚说什么 是不是背着背着我说了什么不好的啊 没有 你那么好 直播间的叔叔还哥姐姐 刚刚成心和你们聊了什么呀 你们刚聊什么呀 你告诉我一下呗 你把我知道 你不是说要告诉我吗 我等会悄悄告诉你 悄悄告诉我 对 不告诉我 逗逗姐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怎么能不告诉我呀 我肯定想知道嘛 好不好 说什么 你们告诉我一下呗 那我们往那边走 那个怎么 走嘛 走走嘛 走吧 不是叔叔还哥姐他刚刚说什么呢 不说还哥姐你们告诉我一下呗 说这个吗 真的吗 说还哥姐真的吗 真的是说了这个吗 是不是蒲公英啊 是的 这是蒲公英吗 对啊 这可以去吗 不是说还哥姐 你们确定吗 是这个吗 说还哥姐 是是这句话吗 这不像蒲公英哦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你要问陈欣啊 我又没在农村里面生活过 来 叔叔还哥姐姐 刚刚陈欣说了喜欢我吗 你们都听到了吗 是的话 公民上来不一 我要确保一下你们有没有骗我 好吧 叔叔还哥姐姐 刚刚陈欣确实是说了喜欢我吗 确实是的话公民上扣不一 确实是公民上扣不一 叔叔还哥姐姐 都扣一了 真的吗 叔叔还哥姐姐 没有你们 你们说了这是真的吗 没有 我刚刚不在啊 我刚不在不知道 这真的啊 叔叔还哥姐 那一会我得让陈欣亲口告诉我 这是减肥的吗 我不知道呀 陈欣 我怎么了 俊哥 叔叔还哥姐可都告诉我了 没有 我知道 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俊哥 你别骗我了 没有 他们真的告诉我了 不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别骗我 听着 我给叔叔阿姨 哥姐姐都拉了勾的 我给他们说 只要告诉你 你觉得叔叔还哥姐听你来听我的 我觉得 他们把我当 他们都是你的娘家人 对呀 他们肯定听我的呀 他们都是我的娘家 意思就是我问他们 你们刚说什么 他们就不会告诉我是吧 对呀 怎么可能呀 你小看了叔叔还哥姐姐了 他们 他们是 他们是何是佬 你知道不 他们都是 撮合佬 你知道不 我也是撮合佬呀 俊哥 我还没听过这么心理的 我直播间的叔叔还哥姐 都是红娘 红娘又是什么意思啊 红娘是什么意思 你又不知道 牵线的 对不对 叔叔还哥姐姐 牵怎么线 有什么事 你们怎么可能不告诉我吗 叔叔还哥姐们 都希望我能和你好好的 对不对 我们直播间的叔叔还哥姐 都希望我能和你好好的 所以说他们怎么可能不告诉我 啊 你穿裙子就不登了吗 我没有登军冬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吗 我从来没有 体验过这个吗 那你体验吗 这样不好吗 没有 现在有点有点曝光啊 有点黑 我们换个角度 有点曝光 去过去走一下嘛 还有诚心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小千你再给他说一遍呀 这个事情得落实呀 我今天来过来主要目的就是 对 你看我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你说这几句就是公司里边 大家同事都想你 你要是跟我一起回去了 为什么一说这个东西他就走啊 我可知道你是不是惹他了 我没有惹他 为什么一说 为什么一说让他跟我回公司 他就不去啊 就走啊 是不是因为他 刚刚说的他上次看见你和别的女生吃饭了 那赶紧去问亲谁啊 赶紧走赶紧走啊 那个女生是我从小 和我家里有试交的 就是他们家里和我家里是从小 从小就是父母也很熟的 他刚刚从国外回来 你们知道吗 叔叔爱可姐姐 他刚刚从国外回来 所以说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 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 还有我们双方的家长都在 因为他刚刚从国外就是留学回来嘛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一样对待的 叔叔爱可姐姐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一样对待的 我没有什么什么说的 像陈欣说的一样 那个女生对我很好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像兄妹之情一样的 你们知道吗 叔叔爱可姐姐 明白吧 来感谢我日装送出的棒棒谈 我跟你说 陈欣他说 他不想回公司 我问他什么原因 他说你在这里他不好说 我在这里他不好说 你要不去车上再给他拿张纸 我还要去车上拿张纸 那我怎么自走你吗 没有我现在要搞清楚 我要哄他呀 你知不知道先管你过去 陈欣 不是 陈欣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叔叔爱可姐 你们刚刚都听到我的解释了吗 听到的话 在公民上可不一 来直播间说说一个 你们刚听到我的解释吗 一会你们一起告诉陈欣好不好 听到了明白了在公民上可不一 不是陈欣你干嘛呀 我没干嘛 俊哥 我就是想好好欣赏一下这里的风景 那我那你为什么我一说让你跟我回公司 你先告诉我原因好不好 刚刚你说的那个事情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我现在直播间速刷一个姐们都知道了 好不好都知道为什么我会和一个女孩子吃饭 会和一个女孩子一起就见一遍了 他们都知道了 现在就你不知道了 好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吗 行不行 你要不要听我解释吗 你不用听我解释 我听你解释 我听你解释什么 不是 我说 你不用给我解释 因为我觉得你不需要解释 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而且 没有啊 但是你因为这件事情也吃醋了呀 对不对 没有吃醋 俊哥 别这么说 我没有吃醋 你吃醋了呀 你这个表情你这个我真的没有吃醋 不是刚刚倩姐问我去没吃醋 我真的没吃醋俊哥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吗 对呀 你们门当户队挺好的 什么什么我们门当户队挺好的 哎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都扶言乱语的 你这个还不是吃醋是什么 对不对 直播间的叔叔还有一个姐姐 你是他就是吃醋了啊 没有明显明显明显 我知道他只是没有刀子嘴豆腐心 你们两个我给你解释陈欣 我跟你说不用给我解释 不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为什么我会和一个女生吃饭 好不好 我先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也知道的嘛 嗯 我跟你说嘛 那个女生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那个女生 我把她当妹妹一样看待的陈欣 不用他们家和我们家是四交 你知不知道他刚刚回来 所以说我们就一起吃了一个饭 你不用多想的好不好 我真的把她的妹妹一样看待的 真的 谁骗你骗你是小狗 哎呀 我知道了 俊哥我骗你是小狗好不好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俊哥 真的我骗你是小狗 我知道了 你们女生都是这样子的吗 我知道了俊哥不说了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们不说这个了吗 来叔叔阿哥姐姐 他的 叔叔阿哥姐姐你们理解我吗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曾经想的那个样子 真的不是曾经想的那个样子 对了俊哥 什么门当门当门门当不当户对不对的 他真的是我的妹妹呀 我把他当妹妹一样看待的 他刚刚回国 我就和他吃了一个饭而已 对了俊哥 我我想问一下你前段时间不是腰那个吗 腰好点没有啊 不说这个了吗 俊哥 我知道了 我不生气了 那你就是有生气吗 我真的不生气 这就是你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有生气吗 我现在就要的是这个态度 我没有生气 你刚刚说了你不生气了 请问你爸妈喜欢发小吗 说还有一个发小的话 我爸爸妈妈和他的爸爸妈妈从小就认识的 而且他们都是生意伙伴 他们都是生意伙伴 都是很好的朋友的 所以说我们两个家庭其实就是一直都是 但是你们放心啊 没有什么娃娃亲之类的 我们我就是把她的妹妹一样看待的 苏拉克姐姐 你们相信相信我吗 相信我吗 苏拉克姐姐来相信阿俊的在公民生哪一波相信 来直播间说苏拉克姐姐 你们相不相信阿俊 刚刚阿俊说的话都是实话 谁骗人谁是小狗 哎呀不要说这个兄哥 你不是小狗 来直播间说苏拉克姐姐 你们相不相信阿俊 相信阿俊的公民生哪一波相信 来相信阿俊的公民生哪一波相信 好不好生气 我真的不生气了 俊哥 我不骗你 我骗你 我是小狗 你刚刚都说我真的不生气了 就是说你有生气过 我没有 我我有啊 但是我现在没生气了 那我听到这个结果我就放心了 就是你有生气过吗 阿俊露个面吧 啊 苏拉克姐姐现在不是我不录 现在因为我公司有合同没有谈成 我现在还不能够 嗯露脸去见的各位 苏拉克姐姐 你们想看我的苏拉克姐姐 你们先帮阿俊点一个观众好不好 有能力的帮阿俊亮一个是个黄色的粉丝 灯牌吗 嗯 大概就这几天我就会出现和直播间的苏拉克姐 见个面 好不好 好不好苏拉克姐姐 不敢录脸 就会诡异 不是苏拉克姐 我跟你们说实话 因为现在我确实公司的合同没有谈成 我暂时现在还不能和苏拉克姐姐姐 但是就这几天了 好吧 就这几天了 你们相信我 你们帮阿俊点关煮亮的灯牌 就天几天我就会和苏拉克姐姐姐姐姐姐家 你们想不想看我吗 想看我的话 你们在公民上打砸砸磨 想看 我爸爸妈妈知道诚心吗 肯定知道啊 而且我爸爸妈妈一直想见诚心的 吟诚心 你好久跟我回去吃顿饭呗 我不去金刚 他们认同吗 我不去 我爸妈妈 没有 没有 你知道我跟你说 我现在说实话 也有马上278289了 对不对 我爸妈妈是一直想让我早点结婚的 然后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吃顿饭 不能这么 没有 你就扮演一下好不好 不要扮演 一会儿阿姨叔叔阿姨把我当什么人了 俊哥 没有啊 不要扮演 没有啊 那你 就以我女朋友的身份 陪我回家吃个饭 你说什么 不是 不是 你就陪我回去吃个饭好不好 你别说这个 我们换一个话 你就以女朋友的身份陪我回去吃个饭 可不可以 你不是女朋友 我怎么可能是女朋友 没有 你就陪我回去吃个饭 回去吃个饭吧 就简单陪我回去吃个饭嘛 好不好 我们就不说女朋友不女朋友的行不行 不行 那个啊 为什么不行啊 你就回去 我亲自给你下厨好不好 你还没有吃过我做的饭呢 四川爱德姐姐 你们说要不要让陈欣陪我回去吃个饭呀 要陈欣陪我回去吃个饭的 公民上打一拨一 好不好 陈欣 你陪我回去吃个饭呗 我爸妈妈妈都很想见你 我跟他们说过你了 他们都很想见你 没有 叔叔 还个姐姐 我跟我爸妈妈看了陈欣的照片的 他们都很喜欢陈欣的 我往那边走下去 你跟我回去吃个饭呗 真的 好不好 要正式介绍 对 叔叔还个 其实我就是想趁陈欣 他跟我回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我叔叔跟我爸爸妈妈说 说这是我喜欢的女孩子 然后我现在在追他 我想这样子跟他说 跟他们说的 陈欣 陈欣快过来 不是 陈欣你先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啊 陈欣 啊 啊 陈欣 你就陪我回去吃顿饭嘛 因为叔叔阿姨 因为哥姐叔叔阿姨 我总觉得这样不太好 而且我还没有做好 不是 没有 叔叔阿姨哥姐姐 叔叔阿姨姐姐 我爸爸妈妈现在都很想见陈欣 你们知道不 他们天天跟我说 我跟你说你现在 现在哪个当家长的当父母的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 是不是快点谈恋爱 快点成亲 对不对 快点结婚 对不对 你快别说了 那天我听到阿姨给你打电话了 说陈欣两个字 我看到你表情不好了 俊哥你就别说这个吗 没有 他们就是让我把你领回去吃饭呀 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真的 你是在安慰我 俊哥 我好安慰你什么呀 不 怎么现在说说阿姨哥姐姐 我现在想让陈欣跟我回去吃一个饭 你们说要不要带陈欣回去吃个饭 要带陈欣回去吃饭的公民上扣薄衣 我那天听 没有 陈欣 你记得你上次跟我爸爸妈妈拿了腊肉不 你记得吗 我记得呀 他们吃了那个腊肉他们都觉得很好吃 他们问我这是谁给他们的 我说这是我女朋友给他们的 他们就想知道我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他们就想见你 你帮我劝一劝呀 你站在那干嘛呀 你想带别人回家吃饭 你总得有点表示吧 你要给别人一个什么总得有点表示呀 让他同意呀 不是 陈欣两你怎么样才能答应我 我不是 你能聊聊其他的话题吗 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没有 今天我其实第二个事情就是我想让你跟我回家吃饭 你知不知道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回家吃个饭 你喜欢花吗 没有说爱个姐姐 我跟你们说说爱个姐姐 我爸妈妈都很想见陈欣 而且他们并没有什么 因为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之类的事情 嗯嗯 就是说这些说我这些问题 他们都是觉得我喜欢就好 陈欣送你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君子啊 什么东西啊 等一下我拿给你啊 等一下把眼睛闭上 对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闭上了吗 可以转过来了吗 什么呀千斤 可以可以转过来了 抓一个姐姐 什么呀 啊 这是什么呀 等我来把手机拿着 哇 陈欣 跟我回家吃个饭呗 哇这一这一刻太浪漫了 你还是起来吧 君哥 你别这么 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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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答应我 君哥你还是起来吧 你先答应我 怎么会有人这样叫 给他回家吃饭的呀 君哥你起来吧 你别起来 你膝盖不好 你先起来吧君哥 来小千你先帮我问一下 昨天的叔叔还一个姐姐 要不要让陈欣收下这些花 家人们陈总问你们 要不要陈欣把这个花收下 收下的话就陈总就带他回家吃饭 你们说让不让陈欣收下呀 君哥你先放钱 没有你先收下好不好 你看家人们都让你收下陈欣 哥姐叔叔阿姨 我叫君哥起来 因为君哥膝盖不好 哎呀你别这样君哥 你先答应我 君哥你先答应我 你先答应我收下 你先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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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 君哥 咱们怎么说的 家人们都让陈欣收下 你不起来我就不 来这样吗 家人们 哎 要陈欣收下来 我们打个小姨 好吧 你先起来君哥 等会儿 有50个小姨的话 我就给陈欣看一下手机 让他把花收下 好吧 你收下花又怎么了 你起来我就收下 你别这样君哥 那就算答应我了吗 那我就走了 没有 那就算答应我了吗 那我也给你送银送银 跪在你面前 家人们都在打小姨了 陈欣 这个事情要不 这个花要不收下吧 君哥你起来嘛 君哥 你先答应我 答应我 现在40多个小姨了 真的吗 对啊 这样50个小姨 我就让陈欣把花收下好吧 就是你的娘家人 都在敬你做主了 不是 那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哎呀 我不想这样 而且而且 而且我觉得君哥这样不好 而且我那天真的听到了 君哥的妈妈给他打电话 前进说好像不喜欢我自己的话 说我是农民出生的 我觉得君哥这样说应该是在安慰我 没有啊 君哥喜欢你就可以了 你看现在好多小姨 五十多个六十多个了 收下吧 陈欣 这一刻太浪漫了 有没有家人帮他们解一下图 哎呀君哥你先解一下 你先收下吗 快点 你先解来吧 快点收下好不好 你看家人们都说君哥喜欢你 你要不把花收下吧 现在好多好多小姨 好多家人们都让你收下了 快点吧 陈欣就吃个饭没啥的 是吧 就回家吃个饭没有啥的 快你收下 收下 哎呀你起来君哥 收下话了吧 哎呀君哥 好那你就 我给你摸一下 你膝盖没事吧君哥 没事没事没事 都掉皮了 那那你答应我好不好 这样陈欣 呃 你 你不是说你喜欢吃那个 糖醋排骨吗 在明天你去买 明天杀头猪吗 你明天买去买两斤排骨 买两斤够吗 嗯买三斤吗 那我去不去啊 你就不去了吗 多买两斤 买两斤排骨 然后明天 让我妈妈做给陈欣吃 我也去呗 你去干嘛 我们家是 我去啊 我们吃团圆饭 不是吃排骨吗 我们吃团圆饭 那我在一起才团团圆圆的呀 你在一起团团圆什么 吃两个姐姐 来直播间说还给你现在阿俊非常高兴啊 陈欣你答应我了 明天明天晚上啊 明天晚上我们回去吃家宴 我答我没啊 答应我了 你是就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爸爸妈妈是什么态度吗 对你我告诉你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来直播间的叔叔爱哥姐姐 你们想不想知道我爸爸妈妈对陈欣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想知道的话 在公民上打一波 想 来直播间 六千多个叔叔爱哥姐姐 你们想不想知道我爸爸妈妈对陈欣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想知道的话 在公民上打一波想 我现在可以大声的告诉你吗 我爸爸妈妈对陈欣